校園的消息来看 大学只考今年放榜 罗东高中表现优异 应届毕业生总共录取了537个人 录取率超过了97% 其中考上国立大学有200人 包括了台大、清大、交大、阳明、正大跟成大 以及医学系跟衙医系总共录取了56个人 非常厉害 大学只考罗高层级优异 共有200人录取国立大学 其中有21人考上台大 校长游文聪指出 本次只考 有许多学生在选田志愿的时候 不再盲目地以国立大学作为目标 而是以自己的兴趣和现象来做基础 我们总共考上台大有21位 医学系跟衙医系加起来有6、7位 我发现到一个很好的现象 比如学生他不再迷信学校 有时候他会选择他自己有兴趣的科系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同学 他的成绩可以上国立的 可是他认为某一些私立学校的科系他喜欢 他就不选国立的大学 而是往自己的兴趣去发展 那这我想在未来竞争激烈的社会 这个对孩子来讲是值得鼓励的现象 其中梁子荣同学更选择就读正大斯拉夫语系 希望能更深入了解东欧国家 甚至有机会到俄罗斯等国家开拓视野 就是因为东欧它现在已经要开始崛起了 然后我就想说就借着正大 因为正大的文学会其实非常的发达 就想说进去试试看 然后看以后可不可以去东欧或是俄罗斯那边就看一下视野 校方表示罗高的录取分数虽然远低于西部名校 但经过三年的努力 能够有此优异的成绩 足以证明就近入学的学习 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导 他 they'll be in the ok next time 期术鲁